本节目衍生自CCTV5足球道路节目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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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Cristin 你是个球迷吗 那当然了 那你支持哪个队友呢 我支持世界上最多的球迷的一个队 呃....是巴西队吗 不是啊是中国队啊 看啥子看 没看过人说 你好 你的名字叫什么 你是来自哪里的 你好 我叫吉妈 我是俄罗斯人 你对中国队的足球了解吗 其实说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他们也 还行还可以 你了解中国的足球吗 不太了解 完全不了解还是不太了解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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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了 那你觉得中国未来 能进去那个世界辈吗 不知道 那你 不知道 竞争最近是非常的强烈 所以不知道 其实足球的话 我还真的不是很了解 就像你们节目一样 我可能要修炼一下 我对足球吧 怎么说呢 不是特别迷 你反正是 你对足球的 因为这是一个大的运动 知道吧 我们国家就有三大球 篮球 排球 足球 这是最大的球 所以不太理那个足球是吧 也不是不理 也看 就是看看 有时候看着没劲 我们中国队要杀人拿冠军了 我就喜欢看了 没有打进世界杯 完全是因为人才的断层 其实我们02年的时候进过一次世界杯 那一届我们的人才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一届世界杯我们和巴西队 02年的冠军巴西队我们是虽然0比4输给他们 但是我们那场比赛在气势上没有输给他们 我们跟他们打的是对攻 但是从那之后我们中国足球缺乏人才 你足球我不懂 完全不懂吗 我说我懂点 你也不看吗 完全不看吗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Do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like Chinese teams in the World Cup? No I want to be very honest And I don't want to be rude But did they classify to the World Cup? No this time they haven't But actually China went into the World Cup It happened in 2002 Really? Yeah Okay I'm very shocked here Okay 那好的 那来说一个话题吧 我们今天的话题 假如说你的男朋友选择去看一个球赛 而不陪你去逛街 你会怎么去做呢 我可是没有男朋友呢 假如说 你想要去逛街 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 他要去看球赛 完全不管你的话 你会去怎么做呢 我可能会 打死他 打死他 如果你是看足球的时候 谁重要 足球还是女朋友 当然足球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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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对啊 足球不可能跟女朋友看的 肯定是跟哥们看的 肯定是跟哥们看的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这个问题 问的好 对不对啊 谁带女朋友看足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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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说完全不搭理女朋友的这个存在是吧 好的好的 我懂的 我懂的 谢谢你 我吗 我是 陈泽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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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他 哈哈哈 那我肯定会看球的 我陪他看球 对 陪他看球 我会在意足球 因为世界杯四年之后一次 我会说服他 扣了看球 没有 他不是我女朋友 我是女朋友 是女朋友 是我们俩个好朋友 如果是我女朋友的话 可能我真的会去陪他逛街 因为 爱情还是比自己的爱好重要一点嘛 对不对 肯定女朋友吧 都去看一份 然后女朋友肯定去陪你一辈子 好男人 不会让你亲爱的女人 都一点地上 你做一个采访吗 真的很快的 很快的 你好 你好 你是休蜜吗 我是还是不是啊 我 我可以是 中国现在 在发奋出墙 在慢慢地 隐藏自己的实力 很快我们就能 出墙世界杯 赢到世界杯冠军 那 他说你有儿子 然后他在他那里 我没有儿子 我们不要问这个问题了 行了 我脸好疼啊 哈哈哈